好嘞 一波三折 今天是我代表East2社区 来分享East2这边的 这个Maintenance Talk OK 然后我的这个主题是 Next Hope of East2 After Graduation 我们知道啊 刚刚那个East2刚刚毕业 然后我们那个 现在East2其实也是一个 在Sense4社区 以最快速度毕业的一个项目 然后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然后我是那个 来自华为云的这个许中虎 然后我现在是 East2社区的 Sedring Community Member 然后呢 还是East2这个社区的 早期的Member 然后还有这个Maintenance 然后呢 同时也是那个保堪中项目 Curator项目的这个Maintenance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在那个上游 K8S社区 Command S社区 去做那个开发 然后 另外一点就是今年 然后Google这边 授予了我那个 Open Source Peer Bonus的这个奖 然后本来也是 写了两本 关于那个East2的这个书啊 就是包括 富网格 East2 还有East2 全文字男 然后这个是我的GitHub 然后大家可以 在GitHub上面去 找我 add我 都可以 好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East2项目的这个 从去年到今年 这边的这个更新吧 那East2呢 现在就是 在今年有个最大的这个特色 就是在1.18版本 我们把这个Maintenance 这个特性 这个新的模式 然后合并到了这个Master分支 然后并且发布了这个 第一个Alpha版本 这是1.18的 如果大家想体验这个Maintenance的话 建议至少 在1.18之后 当然现在最新的 有个1.19了 然后这个Sidecar模式 现在还是保持是 我们是推荐使用的这个方式 然后这个Sidecar的这个 容器特性呢 其实是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这个Sidecar Container的这个特性 这是Cubernetes社区呢 针对于这个像 Job类 作业类的这个 这种工作负载 它去发起的一种新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原来 大家都会去想到 就是说 在我们注入Sidecar之后 我们Sidecar的这个生命周期 跟那个 跟我原来的那个 业务容器的这个生命周期 怎么样去协同的问题 就是 在我们业务容器去退出 因为那Job类的 作业类的 都是那种短时的任务 然后它退出的时候 怎么去通知我的这个 Sidecar去退出 这个原来 是一直没有解决方案的 原来就是 在我们社区的话 你只能 我们开了一个接口嘛 就在Sidecar里面 就个127的一个接口 然后你去 业务容器通知一下 我的那个 通过调用这个接口 通知一下我的这个 Sidecar容器去退出 这是 但是呢 在KPAS1028之后 它社区就引入了 这个SidecarContainer 这个Fature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Fature 就感兴趣的话 我们社区 其实也有一个Blog 去介绍的 这个就是能保证呢 开启了这个特性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 再用业务容器 去调用这个Sidecar容器的一些接口 去通知它去退出啊 然后另外一个 Sidecar容器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说 它能够保证 我这个Sidecar容器 是在业务容器 在运行之前 这个Sidecar容器是 Running的 是处于Running状态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 保证我业务容器 需要去接收流量 或者是外发流量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会因为Sidecar容器 像原来那种Sidecar容器 可能这个时候还没起来 然后他就 访问就被中断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终于在1.19这个版本中 我们在Extro中 把Gateway API Gateway API这个是说的 就是上游 K8S那边有个独立项目 Community 6下面 有个Gateway API的一个子项目 它是定义这个 Gateway就是 最开始定位是 做这个Ingress的那个替代品 就Kubernetes Ingress的替代品 然后现在呢 它是也做了那个 Service Mesh的一个标准 就是支持Gamma Z-A-M-M-A 然后这个标准 然后所以我们在Extro 其实从很早就支持这个Gateway API了 然后但是呢 1.19我们终于把它这个 提升到Beta了这个特性 另外就是我们在 这个双战 就IPv4和IPv6 这个双战的支持上 这个在最近几个版本中 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就是现在同时支持 IPv4和IPv6的 这个双战的集群 OK 然后今年另外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都知道 Microsoft joined the Extro community 然后它并且宣称 它自己的这个 OSM项目的这个 停止维护了 这个是我们 今年社区 又加入了一个 新的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 vendor 作为我们开源社区的贡献者 然后看一下我们 这个Extro中 这个是我们 最快在生财富中 去毕业的一个项目 其实我们开源的 这个历程也很久了 从17年实际上是开源的 然后这个 当时是 Google IBM联合Lift 共同发起这个项目 然后2017年5月份 然后V0.1 在正式开源 然后我们2018年 其实就发 发布了这个 V1.0的这个版本 然后我个人 其实也是从 大概这中间 开始加入这个社区的 然后 其实V1.0 我们其实号称 我们Community 官方号称是 我们是Ready的 Ready for Production的 但个人 去观察 就是这么多的企业 其实在V1.0 中大家去 使用的并不是太多 然后到2022年的 这个9月份 就是去年的9月份 我们是 被CF这边接受了 就是作为一个孵化项目 是CF的一个孵化项目 然后当然这个中间 也经历了很多故事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开始 没有去捐赠CF 然后 2022年 我们这边是决定 在Stream Committee里面 去讨论 然后决定 然后申请加入CF 对 然后的话 就是 同年的这个9月份 也发布了这个 M-Binter Mesh M-Binter Mesh 当时是 作为一个 独立的分支来维护的 就是作为一个 探索的一个东西 作为一个新的模型 对 然后今年7月份 就刚刚 我们是 被CF这边接受了 作为一个毕业项目 然后也成为 这个新进的一个毕业项目 当然这个周期很短 大家看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也是 创了一个 CNCF 毕业的一个 最快记录了 OK 然后再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 这个Eastio 这边的这个繁荣的社区 我们现在这个社区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的 这个健康的 从Adoption来看 我们有这个 Morzan32 超过32家的这个企业 就是用Eastio 为底座 来去 就是构建自己的平台 构建自己的这种 SaaS服务也好 对 然后 去服务客户 这其中呢 就包括Google IBM 华为 Intel Tetrate Solo Adger 还有一些 很多的这个大型企业 这个是Adoption的情况 这里其实列出来的 Adoption主要是 作为Vendor的使用的 其实End-User的话 就更多了 就是End-User 我们其实 在社区的话 就是活跃的 这个Eastio社区的 这个Member 是现在有 我前段时间统计的 有461个 然后这个数字 也是一直在 不断地增长的 然后我们有 超过 1万家的这个 Contributor 这里的Contributor 是真正的 就是说 不是像 其他项目中 去号称的 我们去 统计一下 这个Star Folk 这种数目的 不是这样的 这个Contributor 是 在SenseFu 这个有个 DevStates网站上面 它那个 有一个Contributions 那个 那个里面 去捞出来的数据 这个Contributions 就包括 你提PR 提ECL都算 都算了 提ECL也算 对 然后 去年呢 这个我们的活跃的贡献者 有超过了1800个 这个是 看到整个去年的一个状态 然后 我们 这个我统计了 也是DevStates里面 那个 它的一个数据 有1951家 这个 公司 参与这个 XQ社区的一个贡献 对 然后去年的话 这个数据是 就是有327家公司在贡献 Essue 然后我们现在有65个Maintenor 活跃在这个八个工作组 Working Group 然后现在有13个Working Group Leader 当然这个数据都一直在变啊 然后最关键的是 就是我们有6个TOC的Member 然后来自于4家公司 然后我们还有13个 Sedging Company Member 来自于8家公司 还有 4个 其中4个是 社区选 社区的Member 去选出来的 另外的这个 Sys来自于这个 社区的贡献的数目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10K的Contributors 它会产生的这个贡献的数目 然后也是这个数据来源于 那个 SysFDev Studies统计的数据 然后按照这个 贡献的这个数据来 分给每一个那个贡献者 OK 这个是我们 去年 Last Year Essue社区的这个 公司的贡献排名的情况 大家看 第一名是Google 第二名是IBM 第三名是华为 那第四名呢 是Solo 第五名是Doc Cloud 第二名英特尔 第七名是微软 现在 包括下面也有啊 我就不一念了 就是如果 也欢迎大家 更多的公司 作为公司 或者个人 来参与到我们 Essue社区的贡献 然后的话 当然我也希望 就是说 大家 多去 去为我们的这个社区啊 去提供一些 如果是NW的的话 也可以为我们 社区提供一些 更多的这个 用户案例啊 这个也都是 对我们社区 产生一种贡献 这个Essue 这个社区的这个 Essue这个 或者这个项目吧 它的这个 End User的这个数目 其实很多啊 我这边 截头放不下 就在它的网站上面 去截了一些啊 这个数据来源于 这个 当这个链接是 Essue.io 就是官网上面 那个数据 包括国外的 Altrader啊 Airbnb啊 还有什么 Ball.com 还有那个 T-Mobile啊 这种大型的 还有什么Salesforce 这种大型的公司啊 都有 然后 像Ebay啊 国内 其实也 这些都是做过那种 用户案例分享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 主动把自己的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 使用的状况 然后反馈给社区的 在社区里面报告一下 自己使用的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也有很多 我就 只是截了这些啊 当然也欢迎大家 更多的公司 把自己使用Essue.io的情况 然后 去反馈给社区 然后对社区 提一些 自己在使用上面 遇到的困难 或者说 哪些值得改进的 都可以 另外 再关注一下 我们2023年 Essue.io社区这边 去大概关注的一些主题吧 然后 第一个呢 就是我 这是我个人 参考了一些资料 然后总结出来了 包括Essue.io社区的 这个RoundMap呀 还有一些 那个会议的讨论的东西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们去 加速 这个ServiceMesh 这个从零到MTS的 一个进程 就是 对安全方面 我们去 加速这个 MTS 零信任的这个安全 然后这个是 成本的优化 减少这个 这个资源开销 去达到这个 TCO 优化的一个目标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这个 开放社区的增长 就我们 这个也是我们 很关注的一个东西 第四个就是 可能就 大家也 老早就听到这个意思啊 这个 这个词 老早 我其实是从 2022年就知道这个词啊 就是我们社区 一直会声称 我们自嘲嘛 我们是 一直是 变得 Boring 为什么变得Boring啊 因为社区 其实成长了 从开源到现在 其实都已经成长了六年了 对吧 然后其实诞生 它是 更早一年 2016年 所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项目 就是说 一直会变得 有点无聊 对 其实我们 但是 我们从未放弃过 就是停止开发呀 停止维护啊 就是社区一直在 对一些这个 包括性能啊 Bug Fix啊 安全漏洞啊 以及那个新特性啊 都是持开放态度 一直在不断地去迭代 不断地去演进的 只不过是像 只不过像 像新的又大的一个变动 比如说像MbMesh 这种新的这种架构 它其实会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成熟项目的一个 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这个 然后另外我们也是 变得 可以预见我们的未来 其实也不会说 有太大的变动 OK 然后另外是 2023年 我们会关注的 哪些技术点 我们2023年 可能就是 第一个 重点是 MbMesh的这个迭代 然后这个是 计划在1.20 这个去变成β 但是 根据我现在 在社区的这个工作来看 它现在1.20 是肯定达不到β的 1.20大概是 11月份发布吧 然后现在 MbMesh 实际上离这个β 还是有不少距离的 对 所以 20应该是 个人感觉 20是达不到 这个β状态的 这个是 前段时间的计划 然后 第二个点就是 关注的技术点 就是Gateway API 和Gamma 这个就是 把Gateway API 然后我们是紧紧地 去跟它是 紧密关联的 现在 就现在Gateway API 作为这个 East2标准的 API的另外一种补充 这个也 目前也是支持的是 β状态 然后但是 因为Gateway Gateway API 或者Gamma 也在不断地引进中 包括它自己的 那个Policy Targetment Policy Reference 就策略的 那个Attachment 这个在Gateway API 这边一直不断引进 我们East2这边 也在不断地 去跟它最新的 这个版本 所以它的支持 会一直地 就是延续下去 然后另外就是 会持续地去 做 这个 Stability And Fischer的 这个Promotion Stability就是 可耗性嘛 稳定性 我们会 让East2这个 整个数据面 加控制面 变得更加地稳定 这个是一直在 不断做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 就是 大家看那个 Release Note 往往就是看不出来 其实我们在背后 做了很多工作 去提升了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 做一些特色的 这个 就是Feature的 这个提升 有些像Wasm Telemetria 我们会让它 变得成熟 这个 大家 这种 当然这种 算是那种 Advanced的Feature 然后第四点就是 与其他 OpenSource Cloud Native 就与其他的 这个云业生项目的 一些集成的方面 我们会 做的越来越多 之前其实也有过案例分享 我们与 Argo CD 然后Flux的那个 Flag 以及那个 OpenTelemetria Source Manager 等等吧 这些 这些开源的 这个开放的 一些标准 我们是 其实是兼容得很好的 Eastio这边 对他们就是 完全是支持的 就是我们 完全是遵照 开源开放的 一个标准 OK 然后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现在Eastio这边的 这个标准的 或者是 这个Classical的 这个Satica模式 这个Satica模式 大家 想必也都知道 因为大家可能 如果是 真正的 我们现在的Eastio用户的话 大部分都是采用了 这种 这种模型吧 Satica 然后 Satica注入到 这个业务容器的 这个旁边 作为一个 独立的 独立的容器 然后他们俩 其实是共 共享 就是 share同一个 Namespace的 然后呢 我的流量是 经过这个 Satica去劫持 并且去流量 通过它去治理 然后中间呢 我默认 因为默认是MTS的 这个双向人认的 一个策略 对 然后的话 这个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然后 我们认为 其实这个 这个模型 也有一些缺点 它就是这个 运维比较复杂 然后开销呢 另外是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它的 performance 它的performance的话 昨天其实也有分享 就是 大概是 两点几毫秒吧 就是增加 就是两个Satica 在增加的 实验的话 是两点几毫秒 最大的 99%就是那个 99实验的 那个 最大 OK 然后 所以说 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 那个Ambient Mesh 新引入的一个模式 就是为了 简化这个 刚刚说的 那个运维的复杂性 然后 以及降低这个 这个成本的开销 资源成本开销 然后提高这个 performance 所以说这个 新的模型 我们叫 也可以称为这个 Satica Less 那很多人会把 我们Ambient Mesh 叫成那个 Node Proxy 实际上我们 不叫Node Proxy 我们其实叫 我们更愿意叫自己 是那个 Remote Proxy的模式 因为我们那个 Zetanol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模式 Zetanol虽然是在节点上面 但它只是做的事情 是非常少的 它只是做 四层流量的这个 拦截 做简单的这个 转发 四层的这个 简单的转发 对 然后它的 其实工作很小的 所以说我们更认为 它像 它像一个协议站 一个层 就像TCP IP协议站一样 它属于节点上没错 但是 它做的功能非常少 对 它只是一个流量的 简单的转发 然后的话 这个 真正的复杂的逻辑 是在这儿的 这个 Waypoint Waypoint呢 现在是 一个Name Space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Service Account 也就是一个服务 可能就是有一个 Waypoint 当然这个是多实例的 这里只画出来一个 它是有 做那个 隔离的 不同的服务 或者不同的Name Space 不同的Name Space 可以去做这个隔离 然后它的 主要的特点就是做 现在的 那个L7的处理 它本质上也是一个 Envoy 然后的话 这个是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Waypoint 它其实可以 部署在任何节点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模型 其实它我们叫 那个Remote Proxy OK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 详细的 那个 这个 H-Bowen 这个协议的 这个 这个模型 我们 其实昨天讲了很多了 如果大家参加 昨天的 H-Count 这个通照活动的话 大家对这个图 也见了很多了 我就不展开了 其实我们关键的协议 就是这个 这个是四层的 四层的话 就是Z-Tunnel 跟Z-Tunnel之间 它是有一个 走的是 H-Bowen 这个协议 H-Bowen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H-T-P Connect的协议 然后去 做了一个 TIS OK OK 这一张图呢 就是一个 七层的 那个 转发了 M-Bowen的 七层的 一个转发了 实际上这个 PriorPage 这个 看 我们Sleep 访问另外一个 服务的时候 这个就是目标服务 目标服务是有 自己的 这个WayPoint 所以说 这个WayPoint 可以 部署在 任何节点上面 因为这个是 由调度 调度器决定的 实际上这个 WayPoint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是通过 那个 定义一个Gateway 定义一个Gateway 对象 然后自动 控制面组件 会自动帮我们去 拉起 一个WayPoint的 这个 实力 这是自动化的 对 不是我们提前去部署的 不用人人工提前部署 我们只需要 声明一个Gateway 就好了 OK 然后的话 大家肯定 很多人去关注啊 就是E2AmbientMesh 这个模型 这个模式 是安全的吗 我们答案其实是肯定的 就是这个 也在CubeCon Europe的时候 也分享过了 就是E2Ambient是 和Satica模式 是一样的安全的 对 这是华德 在推特上发了 他自己也 写了一个 这个博客 说 我们Ambient It's not a Node Proxy 是吧 我们是一个 Remote Proxy模式 对 这个是 这个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们 在节点上 有个Proxy 是吧 但是这个Proxy 就是我刚刚说了 它可能就是处理 协议站的 或者说 或者说类似于 你看 CubeProxy那种模式 只是一个转发 只是一个流量的转发 实际上没有什么 其他的复杂逻辑 而这个 关于这个安全性的方面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个 CubeCon Europe那边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Join Howard和那个 何鲁乐的 我忘记是谁了 他们俩一起分享的 那个演讲 大家可以在 YouTube上去搜索一下 应该收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Satica模式 跟那个Ambient 我们可以同时去部署 同时去共存 同时能够 去相互通信嘛 这个 其实是肯定的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做Ambient的时候 也是 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来做的 Satica呢 就是左边这种部署模型 就是业务容器 让Satica 业务容器Satica 那SaticaLess呢 就是这个Ambient的时候 它是 这是同一个服务的 一个VPoient的 同一个服务的 一个VPoient的 然后 节点上面 是有对象的 它俩通信的时候 实际上是 现在是无缝的 无缝的通信 对 然后这个Ambient是我们刚才 一直不断讲 是一个 它的会一个开销成本会最低 然后它运为复杂性会大大降低 然后它的这个性能啊 可能会更加灵活 当然这个性能其实 不会 就是 这个性能 如果说单纯讲食言的话 Latency的话 它不会有太多的提高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它有一个VPoient这一层 因为VPoient本身 它部署在哪里 我们 现在社区是不好控的 当然我们 如果说在产品中的话 可以去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 去 能够控制这个VPoient 去部署在哪些节点上面 靠近哪一个 靠近我们的这个实力啊 这些都可以做 最后我想给大家 就是 告诉大家怎么去参与社区啊 就参与社区 我们其实有 首先就是可以加入 这个社区的这个slack 加入这个slack 然后这个 这个slack是一个 slack的邀请链接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跳转 这个是在slack.istio.io 做了一个跳转 因为它原来的链接很长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参与社区这边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会议 还有社区的州立会 外部组织的easyu con 库部con这种去分享easyu 都可以 去认识更多的人 社区的人 然后第三个就是去 社区报告一些bugs 然后安全漏洞 然后 再进阶一点 就我们去 做一些 code的贡献 代码的贡献 对吧 然后 再晋升一些 就是成为这个 easyu的maintainer 我们去参与这个 easyu working group TOC的media 去引导 或者是讨论 决策 影响我们这个 社区的技术发展的路线 就是最高级的 这个进阶路线 OK 大概就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大家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 喂 喂 你好 我问几个比较 技术细节的问题啊 就是 一个是 就是因为官网 关于那个ambient mesh的 就是介绍比较少嘛 所以可能 就是从上面 看不出很多一些 很细节的问题 第一个是那个 就是从 从那个Zitano到目标服务 或者是到那个wapoint 它是如何进行 负载均衡的 就是说它 它应该是知道 我要到哪个服务 或者说我到哪个wapoint 对 Zitano 现在Zitano这边 到哪个wapoint 实际上是 现在没有复杂的 那个负载均衡算法 就是一个随机的策略 就是它是如何知道 它对面的IP的 它是会有一个 实际列表 如何知道wapoint的IP 对吧 它这样的 就是Zitano这边 从这个控制面 拿到的信息 跟我们XDS那边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XDS就是 M1那边拿到的 就是 Listener Cluster Enterpoints对吧 我们在Zitano里面 实际上是定义了 一种新的API 叫那个 Workload的API 这个Workload是指啥呢 它有个IP 我简化一点 当然不包含全部的阻碍 这个Workload就是有一个IP IP就是这边POD的IP 然后它有那个 Gateway的Address 它的Gateway Address 就是这个Wapoint的这些地址 也就是说它也是 它能拿到的 做了一个简单的路由 对 它随机选了一个 这个Wapoint 因为Wapoint是有一组 可能 行 那其实如果它 如果是到 没有经过Wapoint的话 是不是走ClusterIP 你如果四层的话是吧 对 四层就是 刚刚你讲的 其实走ClusterIP 也有可能是七层 对 也有可能是七层 那它那个的话 也是有做那个 当然那个ClusterIP 映射到那边 也是一样的 刚刚这边 然后你如果 对 如果是走四层的话 它其实这里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Gateway Address 它就不会走这里了 对 我理解 四层是不是它可能就 对 四层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它的Address 行 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看那个Wapoint的部署嘛 它最初的力度是 支持Namespace级别的隔离 然后就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不打算支持 或者说有没有打算去支持 全局级别的这种Wapoint的部署 现在没有 是技术上的 有些难点 还是说我们就是 有些原因打算 就是不是很希望支持这种 首先肯定不是技术上的原因 技术上的原因的话 它很简单 就是只需要让它支持 就好了 很简单 对 不是技术原因 更重要的是安全性的考虑 我们去做R7的资源的隔离 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就做隔离 因为我们知道R7的处理 很费时 对吧 如果说某一个恶意的用户 发起到某一个服务的 请求数量特别大 那就产生了攻击了嘛 对吧 那你其他人 其他的那个服务访问 正常也走同一个这个Wapoint 肯定会受影响的 有点类似于故障隔离的意思 对对 行为了解 就是拨扎半径会 你这样的话 拨扎半径会大大的变得很大 因为我对它的理解 可能就有点 类似于网关的那种性质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没有全局的 对 那种的话就变成中心式网关了 对 然后那个 中心式网关要求就是 做一些隔离 要做这个软隔离 就比较难做 因为我们也在做这一块嘛 然后我想如果它是集中的 可能我们可以集中的 去对于这样的一个 类似网关的组件 去做一些增强什么的 当然客户的现场 自己去做的话 就我觉得也没问题 因为你能保证 你自己这边的这个 一些安全的话 当然你要看 但是开源的项目的话 会优先的去考虑到 安全这个层面 就把这个 从物理上面去做隔离了 好 了解了 然后那个第三个问题是 那个HBone这个协议 我看一下它是说 基于HP去 相当存在一些信息 到对面嘛 然后它强依赖于TLS吗 是的 也就是说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它是 把相关的信息 放在TLS内上 是这样 还是怎么样 你如果是没有TLS的话 就是 这一环 你怎么保证它安全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不支持的 就是 你怎么保证这个安全 你从Zatinal到这边 如果说是 明文的 Plantext的 那怎么保证 这边这个路级上的安全 因为E2 现在就是 天生的是 Zero Trust的 就联系练的 这个安全 就保证每一环 它其实都是一个 加密的状态 这个我是理解 就是我是 想从底层 技术的角度探讨一下 就是 因为 我们实际用E2 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那MTLS 关掉嘛 就是我们可能 不需要那个安全性 比如说 HBone的话 技术上能不能实现 比如说 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对对对 如果你不用那个东西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 但是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功能 比如说去做 在这上面去做一些 认证啊 做一些授权的那个 那个工作 对通过Service Account做 认证肯定是没有了嘛 对现在 那个因为它证书里面 不是把那个Service Account 签进去了嘛 那你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这边就做不了那个 人间权了 你可以用物态的那种 人间权 也就是说我独立于TLS 去做HBone也是可以的 是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 行了解了 感谢 没事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那个Warsom Plug-in 现在是什么状态 什么时候就是稳定一点 然后这个Ambient Mode 对这个Warsom Plug-in 有什么会有影响吗 刚刚是讲的 我记得有一页是讲的那个 就是那个Web Simuli Plug-in 对 有一页说的是 我们Web Simuli的那个 要把它的这个状态 阶段会提升 对这个也是 会把它慢慢变成那个 Beta变成以及GA的 然后它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 Ambient Mesh 那个这个模式 它对这个Web Simuli有影响吗 因为我记得这个 Zetanot应该是Rust的写的 它跟那个Envoy的Web Simuli 就表现行为会是一样的 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Zetanot会不会支持 Warsom是吧 对对对 这个肯定不会支持的 比如刚刚讲的 以后的Zetanot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数据的转发 不会做复杂的逻辑 不会加入这个Warsom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Web Simuli 会在那个VPoint在上面 对 对 VPoint会支持Warsom 好 谢谢 那没有 我们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